来 奴才这就去上山见 要干净毕落 奴才明白 这个小贵子满嘴胡言乱语 别中了他的计 见面就杀 奴才知道了 去吧 是 蕊动 糊涂 他刚从宗人府和查伯那儿取来的 那本香红旗的四十二章经 还戴在身上呢 需不需要我帮你按摩一下呀 去死吧你 你这个要求我可满足不了你 没事 逗她玩呢 是 怎么了 有人来了 谁啊 贵公公 睡了吗 睡了 谁啊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下官锐动 糟了 要是被他发现 可就完蛋了 他是御前市委的副总管 我知道 他无功可了不得 他来干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 那你快问啊 御前市委副总管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你小心点 皇宫里可没有什么好人的 你骂谁呢 我不是好人吗 好 下官有件急事 想和公公商议 这件事儿非同小可 不然 也不敢打扰贵公公的轻盟啊 好 来了 你回来 你提防着点 小心点啊 担心你老公啊 去死吧 好啦 好哥哥 你还是注意一点 放心吧 你好哥哥我是谁 你们自己藏好啊 嗯 卫副总管 这么晚了 来找小的有何贵干呢 奉太后一旨 说今天晚上宫中有刺客 闯宫犯驾 大逆不道 太后特命下官前来 向贵公公查问明白 卫东 果然是你勾结叛贼 进攻行刺 皇上英明 早就洞察了仙机 你的一言一行 早就在皇上的监控之下了 皇上 皇上吩咐我 在天明之后 立刻向众侍卫打听 到底锐动这个狗奴才 勾结叛贼进攻 是受了谁的指使 又有什么阴谋 同党有哪些人 问 皇上说我勾结刺客入宫 是谁在皇上面前瞎说 又是谁 在当前害我 啊 皇上还说了 如果让锐动这个狗奴才 事先听到了风声 他肯定要来杀你 你可要小心啊 我说 皇上 您放心 锐动这个狗奴才 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他也不敢在宫中 行凶杀人 皇上又说了 这可不一定 锐动这个狗奴才 敢勾引刺客进攻 要不利于朕 这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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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嘴胡说 这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皇上说的 你不信 你问皇上去 问皇上 太后说得对 太后吩咐我 不要听你的花言巧语 见了面就杀了你 这件事情是说不清楚了 来来来来 我们去找皇上定夺啊 去你的吧 你别过来啊 海大副的招式 你也会啦 怕了吧 你现在管还来得及 你 你 我 啊 啊 吼吼吼吼 我警告你啊 我 还有很多招式没有用呢 别逼我出手 吼吼吼 我再警告你一次啊 别逼我 少废话 待一会儿我再收拾你们 再尽刚你一次 别逼 你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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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 我硬死你 我警告过你 别逼我出绝招啊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 我 啊 他也有疑问 这经书一定有古怪 这颜色 我看看 写了什么呀 我也不认识 也看不懂 不如拿去给我的好妹妹看看 不行 万一他们知道我不认识字 一定会瞧不起我 反正大家都抢着要的东西 肯定是好东西 不管了 先藏起来再说 好哥哥 你没事吧 你好哥哥我 当然没事了 谢天谢地 你终于把那锐栋给杀了 老婆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有意见吗 他外号体长无敌 今天晚上杀了我们沐王府三个兄弟 你这样也算是给他们报仇了 哟 你这算是在感谢我吗 呸 什么铁掌无敌 能比得过敖拜吗 敖拜武功够厉害了吧 还不是被你老公给杀了 你老公我才是天下无敌呀 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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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 现在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上这东西跑路喽 哟 贵公公 哦 皇上召你去御书房 哟 是皇上召我 来了来了 马上就来 你们带着别动啊 我去去就回 请 啊 等等等等 啊 你们是不是走错了 上书房的那边 没错没错 没错那边 他不去上书房 哎 刚才闹刺客 皇上给太后请安呢 哦 所以我们现在是去慈宁宫 是不是 对对对 那就太好了 这太后每次见到我 一定会有赏赐 上次运气就更好了 太后说我 秦拿翱拜有功 这一赏 就是黄金五千两 白银两万两啊 五千两 这么多呀 这可惜我力气太小 一下子没搬完呢 太后说 没关系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搬嘛 太后还问我啊 小柜子 这么多钱 你怎么花呀 我说 回太后的话 小柜子平时啊 最喜欢结交朋友了 一旦手里有了钱哪 就会把钱拿出来 和我那些谈得来的兄弟们 分一分 大家有钱一起花嘛 哪有上这么多的呀 就是哪有上这么多的 就是啊 你不信是不是 漂亮 哦 这个是两百两的 哦 五百两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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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两的银票 一千两 你们谁见过啊 哎呀 哎呀 这皇上和太后啊 少了我太多的钱 我钱多得花都花不完哪 哎 哎 今日和四位兄弟 见着有缘 要不这样 来 你们来胖母运气 看谁能够抽到这 一千两的 哎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那你那也 你当真把这银票 给我们四个 哎 是啊 你们去外面打听打听啊 哪个兄弟 我没赏过千八百的 来来来来 攀我手去 来来来 你看看谁能抽中啊 哎呀 哎哎 哎哎哎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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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谁 快 公公 那边有四个太监勾结四个 你们快把他抓起来 这样功劳可不小啊 把他们拿下 走 走 走 别动 站住 你们在什么 干什么动啊 快点他们亚轩 免得激扰我皇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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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带回去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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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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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哥 先把他的亚轩解开 贵公公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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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问你话呢 你勾什么勾 贵公公 说 这些银票 你是从哪儿来的 贵公公 这 这不是你 听说 不让你不老实 不让你不老实 说 你说不说 这些银票是从哪儿来的 这 贵公公 老实交代 这么多银票 不让你不老实 不让你不老实 我刚才明明听到 你们几个在那里 嘀嘀咕咕的 说 是我先带的路 这些银票 是他们先给我的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 不不不 不是我 什么不是你 不是你 就是他们 告诉我 那些刺客 是哪家哪院 哪个帮派的 是谁 指使你们 在宫里卧底谋反的 说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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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网啊 贵公公 我就是 就是 就是太后让我 把你那 我让你胡说八道 我让你胡说八道 我 你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我让你胡说八道 让你胡说八道 我不要 站在那儿 把那牙宣点了 你们现在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的 都给我抓下来 压到天牢后展 快 压下去 压下去 快点 走 快 走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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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来 贵公公 但是 他刚刚说是太后 噓 噓 这件事情啊 不许声仗 等我先奏明了皇上 以后再说 不许声仗啊 哦 哦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我现在 就去奏明皇上了 哎 好 哎哎 哎哎 桂公公 哎哎 这些银票怎么办呢 什么银票 我什么都没看见 哦 哎哎哎 哎哎 公送 贵公公 就是 哪有什么银票 没有银票啊 哎 哎 迟早是躲不了的 这皇公里 肯定是不能呆了 从现在起 再也不能见 那个老妖婆了 弄不好 连小命都得丢了 你好厉害呀 轻而易举杀了四名太监 还栽赃嫁祸 我 诬陷本宫 你真厉害呀 太后 这是个误会 误会 今天只有你和我 看谁先死啊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 你想杀我灭口 真的来不及了 就算是无限 张康年赵齐贤 还有那些 御前侍卫们都知道 你 就是皇宫刺客的 幕后黑手啊 好啊 我就连他们一起灭口 这对锐栋来说 不是一件难事 如果 瑞副总管在的话 确实不难 到现在 还想用你那张臭嘴 来骗我 奴才 哪敢骗太后您哪 瑞副总管 真的 走了 走了 去哪里了 这奴才 就不太确定了 好像是去什么 台山 三台山 四台山 五台山 对 就是五台山 太后果然盛名啊 我还怕她盘缠不够 还给了她几万两 当路费呢 你给她路费 对啊 这找人办事 总得给人钱财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你给她路费 你托她办什么事 也没什么 就是一些丝事 可她办什么事 你说我说我说我说 瑞副总管她答应我 如果奴才在宫里 被人给害死了 她就会将太后 你如何指使他杀人 如何勾结布王府和天地毁 行刺谋反 所有相亲 并明皇上 他说 他已经写好了奏折 就放在身边啦 你以为本宫会相信你的话吗 那那那那那太后 你总相信 他身上带来一本 香了白编的 四十二张金把 你怎么会知道 是 是瑞福总管告诉我的 那 如果他不告诉我这些 罗子怎么会知道呢 是不是太后 他竟然背叛了我 太后啊 凭良心说 其实只有奴才我 才是对太后您 忠心耿耿 死而后意啊 好 那你给本宫 把他抓回来 这 你让我上哪儿找去 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他说呢 他会主动来找我 让我去天桥边 找一个卖 冰糖葫芦的 到时候呢 我就问 有没有 翡翠马脑 冰糖葫芦卖啊 他就会说 有啊有啊有啊 不过呢 要一百两银子一串啊 我说 哇 不会吧 这么贵 请问 请问 能不能二百两银子一串啊 他说 不卖不卖 你怎么还没有归天哪 我说 哎 你去把那老头子给找出来吧 他就会去通知瑞夫总管了 这倒真是瑞冻的行事作风 哇 太后盛名啊 您怎么知道是瑞夫总管教我的 如果 你没去找那卖冰糖葫芦的人 那会怎么样 瑞夫总管说了 他会等上我十天 我要是不去啊 那肯定是奴才的小面不保了 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禀明圣上啊 其实呢 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啊 奴才死都死了 禀明圣上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 奴才 对皇上那是一片忠心啊 奴才一定会让皇上 特别小心 有怨的抱怨 有仇报仇 一定要防范 别人的暗算啊 那也算是奴才和瑞夫总管 忠心为主啊 这件事 皇上知道了吗 奴才 只是希望能够好好地活着 捞点油水也就得了 像这样的事情呢 还是永远 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好 皇上 他日理万机 就别让他 操这份心了 您说是不是啊 好 你对本宫 真的忠心耿耿吗 奴才 虽然有些糊涂 但是 对这个脑袋 还是挺在乎的 小刽子 对太后的忠心 那是日月可见哪 好 大后 海公公说的 画骨绵掌 我不会 我就知道我刚刚金银那三掌 就是想试试手 挺有趣的 画骨绵掌 你放心 一时半会儿你不会死的 你死了 谁去找卖冰糖葫芦的人呢 对吗 是 是 好好保重 太后生命 太后慢走 画骨 没走 好 噢噢噢 你怎么了 郝哥哥 你怎么还流血了 我没事 我只是 被太后那老妖婆打了三掌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老公我 是福大命的 死不了 还能胡说八道 说明你真的没事 师姐 你什么态度啊 为了救你 我差点连命都没了 你还这么对我 现在可好了 好老婆 好老公 还有好妹妹 我们三个都受伤了 我们还真是 有佛同享有难同当啊 郝哥哥 伤得严不严重啊 真希望 太后那个老妖婆的 画骨绵掌还没有练到家 我穿了这身宝衣呢 应该还死不了 本来呢 是痛得要命 可是好妹妹 你这么一揉 受伏多了 这种麻 那我什么麻啊 这次多亏了我 才能蒙混过关 要不然 我就不能回来 见我的好妹妹了 小郡主 你别理她 糟了 如果被太后发现 锐动的尸体 她一定会来杀我们的 那怎么办呀 正好 我变个戏法 你们想不想看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儿开玩笑 现在锐动变成了一滩臭水 就算太后派百万兵马到五台山 也找不到锐动了 皇上驾到 奴才小贵子叩见皇上 皇上万福今安 起来起来 装什么装 奴才不是装 奴才是怕有人陪你一起嘛 听说昨晚你杀了一个刺客 随随便便呢 大胆呢 给你个杆子你就往上爬 那他是没碰到朕 那是那是 那些个刺客都被奴才挡在外面了 哪能让小玄子你冒这个险呢 除非啊 他们先杀了我 了不起了你 你怎么了 伤着了 没事没事 就挨了两掌 你不要紧吧 不要紧 当时你是用什么招数制服那个刺客的 跟真说说 这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当时是凶险万分 那名刺客先用右腿这么一扫 然后双掌这么排出 就向我扑了过来 横扫千军 我管他什么军呢 当时我就用了皇上那招 行鹤疏灵 就是这样 用得好 可是呢 后来那个四合翻身一转 转到了我的身后 你打 这招是龙藤虎月 皇上 你要是早点教我 奴才就不会像后来那么惨了 后来 后来还发生什么了 忽然呢 他还是用那招 身体这么一晃 来到了我的背后 双掌还是想打我的后心 高山流水 我管他什么山水 我躲过来这招 确实拔出我的匕首 反正就是一剑 还大叫一声 小柜子偷不投降 真的假的 真的 当时我想都没想就驶出来了 就像皇上平时那样叫的 结果那名刺客 那医生还没来得及脚投降 就被我给 吐死了 厉害啊你 谁有你的 不过 你查出那个刺客的底细了吗 那 没有 不过 我相信皇上 这心里 更明镜似的 是不是 那倒也不一定啊 不过 看你刚才比划的招式 倒像是慕王府的高手 是吗 多大人 所大人 所大人求见 嗯 传 传 喳 喳 奴才多龙 叩见皇上上 起来说话 谢皇上 你们查到了什么 回皇上 抓到了那三个刺客 本来什么都不肯说 后来经不起我们的酷刑 才承认了是平溪王吴三贵的下属 这是三明侵犯画鸭的口供 请皇上明鉴 请皇上明鉴 所图 你查到什么 回皇上 鲁获的刺客兵器上 都刻有平溪王府 内衣上也有平溪王府的印记 刺客 应当是 吴三贵的人呐 对 你把那些刀剑 和那衣 都拿上来给真看 那 呈上铁证 刺客 各种有鬼 嗯 这批人 欲盖弥彰 弄巧成拙 吴三贵 如果派人来入宫行刺 怎么可能用这些 刻着平西王府的刀剑 来作为兵器呢 他怎么可能想不到 这些兵器会落入宫主 皇上英明 这简直 真是让人佩服 佩服 小贵子 奴才在 你杀死的那名刺客 他使的是什么招数 他先使用了一张 横扫千军 再使用了一张 龙腾虎月 小贵子 这是云南乾明 慕王府的武功绝学 你们再仔细想想 吴三贵 如果要派人来刺杀朕 怎么可能在他儿子 在京的时候 来刺杀呢 这不是故意让朕 去抓那个吴英雄 砍他的脑内吗 再说了 吴三贵善于用兵 这几名刺客 人数既少 武功又差 连小贵子都杀不了 即使碰到了朕 多半也会被朕所杀 这样的用人方式 不是吴三贵的作风 英明啊 皇上英明啊 英明 也是 今天早晨 朕问了几名侍卫 他们用的是什么招式 这几名侍卫 跟朕比划了一下 朕一看便知 这是穆王府的招式 再加上 有小贵子给朕证实 朕心里 便更加笃定 穆家一直是镇守云南 我大清龙兴之后 把云南封给了吴三贵 穆家的前国公穆天波 后来被吴三贵所杀 所以这一次 一定是穆家 想陷害吴三贵 如果这一次镇上了道 多半会把吴英雄抓来杀头 穆家即使杀不了吴三贵 也可借朕之手杀到儿子 这样也算是报了仇了 皇上英明啊 此番见解 非我们奴才所能及啊 对对对 要不是皇上胜断 奴才就糊里糊涂地上当了 是啊 你们俩先下去吧 好 奴才告退 小鬼子 奴才在 想发财吗 皇上不叫奴才发 奴才不敢发 皇上叫奴才发 奴才不敢不发 朕要你发 你把这些刀剑 交给一个人 你就可以大大的发一比赛了 吴英雄 说到发财你反应最快 吴英雄这小子 这一次运气还真好啊 他全家的性命 那可都是皇上赏的 那你打算怎么跟他说 我会这么说 我说姓吴的 你们爷俩在云南 每天吃什么 喝什么 干什么 皇上那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有一件是皇上不知道的 你们要是不造反呢 皇上自然而然不会管你们 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 倘若你们要 那皇上一定也会 所以你们爷俩 还是在云南给我乖乖的听话 知不知道啊 小贵子 你闻人挺乖巧 但就是不读书 不过呢 话操理不操 你们爷俩 就在云南乖乖的听话吧 你说是什么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是我 走 你还好吧 被太后那个老妖婆打了三掌 那伤又发作了 你没事吧 好妹妹 好妹妹 万一好哥哥不在了 万一我 没有万一的 我是说万一 没有万一 没有万一 我不听不听 老婆 老 你能不能说点有营养的 成天哥阿妹阿的 有意思吗 这是什么 这个呢 就是你们沐王府陷害吴三桂的铁针 你们的阴谋诡计啊 被拆穿了 这沐王府恐怕要倒大霉了 是 不可能 没有人能证明 使用这些兵器的人 是我们沐王府的人 除非 是你跟好哥哥出卖我们 这不可能的 好哥哥 你不会出卖我们的对不对 我说老婆 我说老婆 你这个人还真是没有良心 我如果要出卖你们 我会拼上自己的性命不要 把你救下来 让你在这里倒打我一耙吗 因为 你是唯一知情的人 错 你为他们捉住了三个活口啊 你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啊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一直挺担心的 就是不知道谁被抓了 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沐王府的人 誓死都会完成任务的 死了倒是容易啊 恐怕想死啊 死不了啊 听说过 十大酷刑吗 剥皮 车裂 腰斩 灵蚩 最恐怖的就是那个巨无形啊 那个 是什么呀 就是 各种 挖引 各耳朵 大型发快 不要说了 不要吓我嘛 我呢 教你们一个道理 这英雄好汉啊 通常都会死得很惨的 你根本不了解我们沐王府的人 那好吧 我再提醒你们一句 我 不会出卖你们的 不过 这件事情 恐怕不会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善事善终 自求多福吧 好哥哥哥 你干嘛去啊 我 去找吴英雄 你找他干嘛呀 哦 皇上让我问问吴英雄 这些兵器和衣服是不是他们平息王府的 你 去找你 好什么呀 好 好什么 好你个头啊 你就不能帮帮我们吗 帮你个头啊 好了 好哥哥 我已经跟师姐说过了 你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对不对 好哥哥 你就帮帮我们吗 这要我帮忙 那他也得告诉我怎么帮呢 师姐 你告诉他要怎么帮我们 牢里的人 牢里的人能帮我们救出来吗 哇 这可让我踢着脑袋去干呢 是我一松脑袋就没了 不过呢 你要是真成了我的老婆 我还是很愿意帮这个忙的 那好哥哥 你就当他是你老婆吧 好妹妹 这不是你好哥哥当不当的事 你得问问他 那好吧 你慢慢考虑我先走了 哎 麻烦你 帮我问一下 刘师哥是不是还活着 刘师哥 嗯 就是刘依舟 他是我师姐的心上人 哦 是这么回事 好哥哥 你去哪儿啊 哎 这件事情啊 等我再慢慢考虑考虑 那你快点想啊 是 他 我们是 这些人 你又是 哎呀 世子 皇上呢 让我拿些东西来给你看看 不知道你敢不敢看呢 贵公公 你可别吓我 卑职的胆子是最小的 你胆子小吗 你扮起誓来 那可是胆大包天哪 皇上让我来问你 昨天晚上 到底派了多少刺客 入宫行刺皇上啊 贵公公 你别开玩笑啊 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派人进宫行刺 这可是犯上作乱 杀逃之罪呀 公公明察 是吗 来来 世子 起来起来起来 你怎么解释啊 那这些 你怎么解释啊 这 这都是昨天晚上 那些刺客留下来的 这所有的衣物 都是从死了的刺客身上 扒下来的 这上面 都是贵妇的名号啊 贵公公 这绝对不是真的 怎想像你才似风流 我是那天香鸿袖 我是那天香鸿袖 曾想像你该是英勇 我为你几股温柔 渴望与你轻起时久 渴望供你月满西楼 渴望有你无仇无忧 渴望陪你共成名酒 渴望有你无仇无忧 你不是我从小乡家的大英雄 既不潇洒也不优秀 猜渴望相 偏偏被你的怀 你的好引游 丝心踏地为你哭给纵 你不是我从小乡家的大英雄 既被王子也被高手 恰恰被你的家 你的真迷惑 幾生幾世長相守所求 你不是我從小想家的大英雄 既不瀟灑也不優秀 偏偏被你的壞 你的好隱憂 死心塌地為你哭 跟你走 你不是我從小想家的大英雄 既非王子也被高手 恰恰被你的家 你的真迷惑 幾生幾世長相守所求 作詞曲 李宗盛